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返 重新回到生命故乡的这么一个因素 这一个能够在法界中把生命故乡找回家里去的 这个因素叫做地藏 我按照地图就可以找回去 你生命自己有这一个地图 换句话说它是一种生命觉醒的因素 它自发性可以觉醒 那你想想看你有没有觉醒 你有没有这个因素在起作用 有很多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很多人他常常自己会这样子 你说无聊也不是 他就自己会在那边想 我这样活着对 人生这样子在干什么 我活着的目的是要做什么 我将来要死到哪里去 我是谁 我人生就这样吗 有没有 在想这些东西当然不见得像我讲的 我是这样讲啊 你不一定这样想 但是大概类似这一种 当你这样在想的时候 有时候自己也会莫名其妙的 会自己掉眼泪 不知道为什么掉眼泪 有时候经过教堂 经过寺院 看看也自己掉眼泪 尤其听到人家唱幻拜 幻拜知道吗 刚才唱的那种 佛教音乐 你就啊 那眼泪啊 好像水龙头坏掉一样 那还一直流下来 为什么 那个叫做生命故乡的呼唤 你的生命 真实的那个生命故乡 它在跟你呼唤 孩子啊 回家啦 可是你呢 你这野孩子 你才不管 一玩下去啊 疯了 爸爸妈妈在找啊 你都没听到 你到什么时候 到晚上很冷的时候 或者很饿的时候 或者很困的时候 想睡觉的时候 那时候突然想起来 嗯 爸爸妈妈 我要回家 那时候啊 那时候你不知道跑哪里去 你完全迷路啦 但是在这个时候啊 你会哭啊 对不对 当你有那一种啊 自己讲不出来的那一种 会哭泣的那种情况 其实是你原始的生命本能在呼唤你 孩子啊 回家吧 这个时候就是地藏菩萨在呼唤你 你那生命因素啊 这起作用了 知道吗 虽然泪眼惊松啊 什么也没看到啊 爸爸妈妈妈 乱叫乱找 但是你一定往回走 虽然往前走才对 你还是往回走 因为你要找回生命的原乡 原始的故乡